大家好,又是我阿星 今次和以往一樣 跟大家講講關於英國移民的資訊 相信大家移民來英國的人 都應該會知道 英國的稅其實很複雜 相信大家都應該很想知道 英國的稅制如何 可以透過什麼合法途徑 可以交稅 我接下來一連串的影片 都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英國既繁複雜的稅制 英國的稅制 比香港來講 是複雜很多的 所以大家就要聽清楚了 因為英國的稅制是比香港來講 複雜很多的 所以我會分開幾段影片去講清楚些 讓大家聽得明白些 也不會聽得那麼悶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訂閱這個頻道 就快點訂閱這個頻道 事不宜遲,Let's jump right into it 好,首先英國的稅務年度 是由每年的4月6日 直至到 next year的4月5日 這個就是每一年的稅務年度 其實英國的稅制 是因應每一個人的residency 以及dormousile的status 去定的 什麼是residency 什麼是dormousile residency 你可以解釋為居住所 而dormousile 就可以解釋為永久居住地 其實你可以 雖然住在英國 但你的永久居住地 可以不在英國 這個邏輯上就是這樣 最容易明白的 當然是純粹普通的 UKdormousile 如果你是UKdormousile 你就會成為一個UKtax resident 這個最基本的 我接下來下一段影片 也會解釋一下 如何才斷定為一個tax resident 是的 理論上 你每一年 如果你是一個UKdormousile 你每一個稅務年度 你全球的所有收益 你都是要交稅的 包括了所有的收入 無論是息口 投資的股票派息 Dividends NPF 或者是薪酬等等 都是需要交稅的 基本上英國是有一個 Double Taxation Relief 甚麼是Double Taxation Relief 即是 如果香港和英國 同時間都有同一個稅項 譬如說A稅 這樣才算 而英國 譬如說香港是5% 而在英國 譬如說是10% 這樣才算 這樣的話 你是需要交在香港的5% 如果你交了的時候 你只需要交正餘的 給英國政府 你是不需要 完全都是要交10% 你只需要交5% 給英國政府 以及5% 給香港政府 因為你已經交了5% 所以剩下5% 你就交給英國政府 這就是Double Taxation Relief 另外一個東西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基本上 香港 如果你大部分的收入 你來到英國的時候 你都是要交稅的了 這個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其實都說了 下面呢 在我的Description 就會有一條連結 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有兩種情況 比較例外一些 一種就是公司 另外一種就是Pension Pension 你只需要交給香港政府 或者如果你是英國移民 去其他地方 例如英國去香港的話 你只需要交給英國政府 因為大家相信 都是由香港而來英國 所以你只需要交給香港政府 你是不需要交給英國政府 但是公司雖然說不需要交稅 但是它是有限度的 怎麼會知道 那是什麼限度呢 其實如果你在香港 你有間公司 而你只要你來了英國的時候 那間公司 不會搬到業務 過來英國的話 那你在英國其實是不需要交稅的 但是Dividends 你仍然都要交稅的 如果公司出錢給自己 這個大家也可以看看 下面Description的連結 另外呢 如果大家是有投資 股票買賣 或者樓宇買賣 那些是要交資本增值稅的 也是Capital Gains Tax 我們叫CGT 那很多人都問我 如果是做 就是賣那些儲蓄保險 那些有需要交稅呢 那我簡單一點 來講一個概念給大家 就是 如果你是有收益 而收入 而那些收益和收入 基本上都是令到你的身家膨脹了一點 你基本上都是要交稅的 除非是列入了 在剛才我所說的Dumbl Taxation Agreement之外 那所以就算你儲蓄保險 那些什麼 你都是需要交稅的 那我接下來 會在其他的影片裡面 會逐樣逐樣解釋一下 不同的稅 Income Tax CGT 甚至IHT 都會解釋一下 如何去計算的 那好吧 剛才我講了UK Dormisal 基本上你什麼水都要交 很簡單 那 既然有UK Dormisal 那當然也是UK Non Dormisal 那Non-UK Dormisal又是什麼呢 其實複雜一點的 如果你是Non-UK Dormisal的話 代表你不是當英國是一個永久居住地 那其實你只不過在這裏 我當香港是我的永久居住地 甚至我有機會日日移民去另外一個地方 而那個地方才是你的將來的永久居住地 那那些呢 就是你可以叫做自己做一個Non-UK Dormisal 那你Non-UK Dormisal 你可以申請一件事叫Remittance Basis 那Remittance Basis是什麼呢 它中文就叫做匯款基礎 說真的 我翻譯之後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自己是甚麼 那所以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不明白的了 那所以我現在首先解釋一下 那Remittance Basis呢 其實申請者只需要交英國所收回來的收入的稅項 那就是簡單來說 我在英國的收入和香港的收入 如果我兩邊都有的話 而你申請了Remittance Basis的話 你只需要交英國的稅項 那我解釋一下Remittance Basis有甚麼用 那申請者呢 如果申請了Remittance Basis 只是需要交給英國政府 你在英國所得回來的收入而已 那就是如果說譬如你在英國有收入 你在香港也有收入的話 你在香港的收入是不需要交稅交給英國政府的 你只需要交英國的收入而已 那就是你香港的收入 你只需要交給香港政府 交完扣完稅之後 你其他全部就代替平安了 但是記住一件事 就是雖然你申請了Remittance Basis 但是不代表你其他地方是不需要交稅的 就是你在香港仍然都是要交稅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申請了Remittance Basis之後 你是有些優惠你沒有了 例如你的每一年的稅務年度的面稅額 在英國來說 還有每一年的資本增值稅的豁免 你都是會沒有了 如果你申請了Remittance Basis的話 那就是因為現在的稅務 在Income Tax來說的面稅額 是12,570磅 每一年的面稅額 那最近是多了過70磅 雖然多了過70磅 真是乾淨了氣 多過沒有而已 而CGT另外一件事就是資本增值稅 例如CGT 每一年它都有一個優惠 也有一個優惠 那你都會沒有這個優惠 如果你申請了Remittance Basis的話 但其實Remittance Basis 還有另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就是 就是如果你海外的收入 在一個稅務年度來說 加起來都是不過2000英磅的話 這個Remittance Basis 會自動幫你申請了 但是你可能心想 我真的沒有2000英磅 我一年收入 比如在香港收入 一年稅務年度 真的沒有2000英磅 但我不想要Remittance Basis 因為我不想沒有了面稅額 也不想沒有了快免額 這種情況呢 自動申請的Remittance Basis 你是不會沒有了那個面稅額 也不會沒有了那個快免額 簡單來說 這兩種優惠 你仍然都可以享用到 好了 我相信大家都大致上明白 什麼叫Remittance Basis 還有它的好處 聽了這麼久 但其實它跟 我另一邊 其實都有一些 consequences 這個世界是沒有免費午餐 除非你投訴Delivery Rule 全數退款 另外一回事 就是這個 但是其實Remittance Basis 你是要付錢的 但是頭七年 你申請了Remittance Basis 之後頭七年 零至七年 你是不需要交任何費用的 但是由第八年開始 至到第十二年 你是每年都要交三萬英鎊 作為年費 這個叫Remittance Basis Charge 這個是每年都要交的 是十分之昂貴 那之後由第十三年開始 又怎樣計算呢 第十三年直至第十五年 它會逐漸由三萬英鎊 慢慢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最後第十五年的時候 最後那一年你是要交六萬英鎊 所以大家要考慮一下 這方面的cost 但是第十五年之後又怎樣呢 第十六年又怎樣呢 第十六年不需要再加年費 你可以省一些 那是怎樣呢 基本上你成為了一個UK當手 你是不需要加了年費 但是你基本上全球的收入 你是一定要交稅的 我想呢 說了這麼久呢 我相信大家都需要一些時間去消化一下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呢 就會盡量給一些 透過可以合法途徑 例如財務安排 或者是稅務策劃 去令到大家可以有效地和合法地去避開一些稅行的 都可以交少一些稅 但我不是建議別人逃稅 兩件事來的 分開麻煩 那第一件事呢 叫tax avoidance tax avoidance 是合法的 第二件事叫tax evasion tax evasion 是犯法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還有最好呢 大家可能找 如果來之前 如果稅務可能特別複雜的情況 最好就找一個tax planner 或者一個charter tax accountant 那就可以幫你做一個稅務策劃 或者一個財務策劃安排 最後呢 我比較建議大家 就是在來英國之前呢 最好呢 你就liquidate你所有資產 因為其實你一到英國的時候 你是已經有延務 需要申報你所有的資產 以及兼且報稅的 那每一年的稅務年度 就是4月6號至4月5號 下一年的4月5號 那雖然是有一個叫 split year的taxation 那split year的taxation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是中途來的 譬如說 我原本稅務年度是4月6號至4月5號 但是你可能7月到的 那你之前7月 由4月6號開始計 譬如7月1號你才到英國而已 那直到6月31號 這段時間呢 那些全部都是non-taxable的 那所以這些就叫做split year 那所以就是計 你到報之後的 然後你就要申報所有的資產 以及所有的都要報稅 就透過一個self-assessment的 形式呢 去報稅的 那這件事 我接下來的影片 都會詳細解釋給大家知道 那我剛才所說 liquidate你所有的資產 全部的東西呢 將它變成了現金 這樣你會清楚些 以及方便些 那你之後呢 你來的時候 Eda因為已經是你的儲蓄 Eda全部都是因為你的savings 那savings是不需要交稅的 這樣的情況 你就會省一些稅 那如果你是反過來的 你可能過了去英國 你才賣的 譬如香港的一層物業 那你是需要交一個 叫資本增值稅 即是CGT的 如果你在來之前 你已經清楚你的資產 的時候呢 可以liquid地 你所有的資產的話呢 那你可以有辦法 這樣去交少些稅 但是如果你說 可能真的沒有辦法了 有些我真的要先保持住 可能有一層樓 不能賣得住的 那我現在租運出去 沒有辦法了 那你怎麼辦呢 那當然這種情況 你就沒有辦法了 沒有得選 但是呢 我也有另外一個建議給大家 那我建議大家 就開兩個戶口在香港 一個戶口呢 就專門做savings的 另外一個戶口呢 就是income的 那為什麼要分開兩個戶口呢 因為一個你是需要報稅 另外一個你是不需要報稅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就清楚一點 你不需要 混合起來 然後就不知道怎樣 又不知道那些數字是怎樣 不清不楚 我這樣 因為你是每一年去申報的 你的稅 都是self assessment 剛才我提到的 那如果你是paper filing 那個deadline 是每一年的10月31號 就是deadline 而如果你是online 做taxation payment的話 就是每一年的1月31號 就是剛剛那一年的稅務年度的tax 好了 今次這條片就到此為止了 那如果喜歡的話 我如果說的話 適合的話 就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那我接下來下一條片 就會說一下英國的入息稅 和怎樣報稅 也都是self assessment 如果有興趣 記得留意我下一條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